110年度火德新军防火宣导祈福绕建活动 8月1号在消防局第一大队花联分队举行的团拜祈福 县长徐正位立委傅昆琪还有县约谢国荣等人 共同虔诚参拜祈福 祈求火德新军庇佑花联百业 希望全境平安 火德新军又名祝荣 回路是火神已是消防人员心灵守护神 平常供奉在花联消防分队 而8月1号新军诞辰 由县长徐正位亲自担任主机关 宋念祝导文 一行古法三县吉礼 供奉鲜花束火以及棉薄 并行三桂蛇扣手礼 祈求四方众神庇佑花联县百姓昌生合进平安 百业兴旺 祈求现今不受火灾等侵扰 以及庇佑消防队员出行的时候平安 在我们弟兄伙伴执行当中都能够护佑我们的所有的出勤的消防家族 都能够一切顺利 都能够平安 都能够把任务完成 那我也要谢谢消防局长期以来 对于我们消防的这个设施设备的提升 更要谢谢傅崑崎委员在时任县长的时候 对于我们东部成为消防的自救救援的重要的基地 而破坏了非常非常远的我们整个自救的这个愿景 那我们现在无论是我们的花莲师分队 即将在八月还是九月完成 九月完成 落成 吉安的特松大队也会在同月来完成 而且来这个我想接牌 那另外在我们的瑞穗 光复 现在都在进行当中 更开心的是我们奉兵啊 已经这个土地都取得 已经开始规划完成的上标了 所以我想种种的建设 都要有一个圆景和破坏有规划 这样子才能移动移动的盖 一个分局一个分局的让它完成 这都是新军生日 我们祈求补的新军保佑花莲县而建平安 各位弟兄神帝 花莲以您为10 花莲以您为11 感谢各位祝福大家 社群吉祝结束之后 民方鞭炮起驾 社区进行防火宣导've Londoniva 立 Parliament 为花莲祈福 也加上民众防火的观念 而群体消防一卷人员参ии 在起伏之后也会继续接手岗位 守护地方平安 希望所有民众能够无灾无难 记得就关华特朗